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2月29號 台北股市今天出現了這一波以來 比較大幅的一個拉回 今天的台北股市下跌了64點 在K線形態上面出現了一個黑K棒 那很多人會講說 這一波台北股市上漲以來 是不是結束了 是不是又要開始出現了一個下跌波 往下也就是往下跌 因為目前台北股市有說多的 也有說空的 那到底是怎麼樣 微博直接給各位一個結論 我們今天在收盤之前 其實今天微博並沒有什麼動作 今天對於盤勢來講的話 我都是在解盤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今天在收盤之前 微博給會員的解盤訊息 這是今天12月29號 給全體會員的解盤訊息 台北股市今天雖然拉回 但是它並沒有破壞這一波的一個反彈波 為什麼我說還沒有破壞 因為目前的一個台北股市的博日指標 它還是屬於向上 好 我們把這個看好 並沒有破壞這一波反彈波 所以看多偏多操作並沒有改變 台北股市是否走空 觀察日線博日指標即可 目前日線博日指標它一樣是向上啊 如果增轉下 我們會馬上通知我們的會員 好 重點在這個地方 如果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的話 那對於盤勢的一個預測跟判斷 我認為會比較不理性 如果這個盤勢真的要下跌 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很擔心 因為景氣不好 台北股市的一個走勢 如果台北股市接下來真的要大跌 真的要走波段空頭 我跟各位講 有一個條件一定要成立 各位你看我這個測標 今天是12月29日博日指標 向上還向下 來 我們直接看大盤好了 我們回到台北股市的加權 目前現階段是這樣子 加權指數跟櫃台的一個指數 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等一下都給各位看 這是在大盤的部分 今天跌了64點 這是大盤的波日指標 今天台北股市出現了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對不對 請問各位 這一波上漲以來 請問方向改變了嗎 這是日線波日指標 當日線波日指標還是向上的時候 你不能說它今天下跌 就表示說已經要開始走空頭了 如果這一波真的要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有一個條件一定要形成 叫做波日指標向下 這個叫做依據 我給各位看過去的例子好了 各位還記不記得 先講這一波好了 台北股市之前 11月份的時候曾經來到8800點 然後從8800點 然後從8800點 一路跌跌跌跌到哪裡 跌到破8000對不對 這是11月初的時候 微博給會員的傳承稿 每一次當波日指標向上 以及向下的時候 我們會在波日指標 那個傳承稿上面直接把 那個抬頭 就寫我們對於盤勢的看法 好 各位這一天是什麼時候 11月6號 好 11月6號是哪一天 我們回到那一天 各位11月6號是這一天 11月6號也就是 這樣比較清楚啦 好 各位11月6號是這一天 11月6號也就是這一波上漲以來 然後從這一天開始跌對不對 開始往下跌一波 然後跌到破8000 然後才又出現這一波反彈波嘛 當時候11月6號出現這個狀況 叫做博樂指標 轉為向下 我寫的日線喔 日線代表趨勢喔 各位 所以從11月6號開始 行情是不是就出現了下跌 也就是說 什麼時候才是漲勢的確定結束 當博樂指標向下的那一天 所以11月6號當時候還在8600點 最高當天還來到8857點 那一天形成博樂指標向下 懂我意思嗎 因為博樂指標向下 它是一個訊號 叫做確認 當確認的時候 台北股市才有大跌的可能性 每一次都這樣子嗎 沒有錯 每一次都這樣子 其實現在已經接近年底了嘛 我們回顧到今年以來的高點 來各位 這是今年以來高點出現在1萬點 1萬點的時候大概是在4月份啦 4、5月份那個時候啦 4月底左右啦 最高點出現大概是在 來各位 4月28號 4月28號的時候來到1014對不對 1萬 這個地方也就是今年以來的最高點了 剩下兩天封關啦 不可能回去了啦 那各位朋友 為什麼當時候台北股市走了一個多頭 從8000點漲到1萬點 卻又摔翻天 因為出現一個狀況 來 這個是當時候5月份的傳聲稿 11月份的時候從8000多點 後來跌破8000對不對 是因為不是比較向下對不對 剛才已經給各位講過了嘛 11月6號的時候啊 這是今年的5月5號 好5月5號 我們來看一下5月5號是哪一天 來各位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齁 5月5號是這一天 當天5月5號是收9820 沒錯啦齁 9820 當天跌24點 成價量911億 各位 當天形成什麼狀況 叫做博樂指標 向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之前台北股市會有一波上漲 是因為博樂指標向上 這一天形成博樂指標向下 代表這上漲以來已經確定結束 所以你看 從這一天博樂指標向下 砰 就往下跌了 而且是一波波段式的下跌 不是只跌一天兩天喔 所以我說 很多人說 看到今天的下跌 他就判斷說 這個盤市要開始跌了 我認為不客觀 你要有一個明確依據 那個依據叫做博樂指標向下 也就是說各位的朋友 你要做好準備 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是12月29號 剩下兩天風關 明天好了或後天好了 或者是下禮拜啦 不管啦 如果接下來的博樂指標 你看我這個測標 改成了向下 那我跟各位講 就要開始往下跌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有的操作都是要這樣子 回到大盤 回到今天12月29號 這一波反彈波以來 是因為建立在博樂指標這邊向上 你不能因為他今天跌 你就說他這一波結束了 同樣的 我稍微把它縮小一下 這邊是不是在跌 這邊在跌 這邊博樂指標都沒有向上 對不對 隨便找一天來看 比如說我們看這天好了 這一天反彈嘛 好我們請問一下 博樂指標有沒有向上 動能線47.11 趨勢線47.54 黃色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這個紫色的數字 黃色的博樂指標 它還是在這個紫色的線的下面 所以這個都叫博樂指標向下 你能不能因為他這一天的上漲 你說這個牌要開始往上漲了 你能不能因為這個上漲 你就說這個牌要開始往上漲了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只要趨勢 因為這是日線嘛 日線所代表的意義叫趨勢 當日線博樂指標 它是呈現向下 向下 向下的時候 這邊的上漲叫反彈 叫反彈 彈上來它趨勢並沒有改變 當這個趨勢目前是向上 你不能因為今天跌一天 就說這個把改變了 但是做好準備的目的是在於說 因為盤是不是微薄控制的 也不是博樂指標控制的 我們應該要順從它 去做應變的動作對不對 當如果接下來的博樂指標 假設啦 假設啦 我們把最壞狀況假設起來 博樂指標假設明天的確定轉為向下 那各位這一波就結束了 那就有可能要開始往下跌喔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跌會跌到什麼時候 跌到博樂指標再度向上為止 剛才各位我給各位看博樂指標 這是不是5月5號 5月5號的時候 從1萬點然後9800點 9600點 9400點一路跌 最後跌到7200點對不對 5月5號就是因為博樂指標它形成向下 那什麼時候才有可能出現一個波段上漲 當然就是反過來講要博樂指標向上嘛 比如說5月5號一路往下跌跌跌跌跌 當來到這個位置點後各位 你還記得嗎 這邊是最低點來到了8月24號 8月24號來到了7200點 沒錯啦 好這個時候台北股市出現了止跌 然後呢出現一波上漲 好漲到哪裡 從8月24號7200點 漲到了將近9000點 從這邊 好為什麼這一波會有一個波段性的上漲 沒有辦法像這樣子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反而出現了漲拉回漲拉回漲拉回 因為這一波它是建立在一個狀況下 你會發現有依據對你的操作會很有幫助啦 這是8月25號的傳真稿 8月25號是這一天 這一天 好 8月25號這一天的時候 指數還在7600點左右 好各位 為什麼有辦法這樣走出一波上來 因為當時候的博人指標是向上 好 所以各位同學朋友 盤勢的變化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有一個明確依據 你不能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 但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才懂得去做一個變化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再次跟各位同學朋友講 股票市場的投資它絕對是建立在風險之上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有能力先控制好風險 你才有個資格談獲利 沒有每一趟操作都是百分之百一定賺錢的 當你在下單買股票 比如說你是做多的你就買股票對不對 你放空的你就是 你看空的你就是放空股票 你在下單的那一刻 無論你是做多還是做空 你就是在冒風險 當你有可能做錯的時候 你就是要控制好風險 依據就是要讓各位知道 我現在比如說微博現在帶會員做多 如果哪一天博日指標確定轉為向下的 我多單會不會出 我多單全部出 甚至我反手放空了 現階段 剛才所講的是講大盤 大盤的博日指標是向上 但是各位同學朋友 我們談回到個股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個股它並不會漲 最近有很多個股是在跌的喔 為什麼有的個股會在跌 因為有的個股它是博日指標向下 有的個股它是博日指標向上 好 那就要講回來 我給各位看個東西 目前台北股市 雖然今天台北股市拉回了對不對 但是日線還是向上 代表這一波還沒有確定結束對不對 為什麼最近有的股票在跌 我們台灣的市場裡面 有一個叫做OTC 也就是加權的另外一個 比較小的叫做貴台買賣中心 各位 剛才各位所看的這個叫大盤 大盤就是台北股市拉 好 我把它切換到這一個叫做貴台分析 當我們切換到貴台分析的時候 就是看OTC的指數 來各位你看喔 這是到今天為止喔 上貴的對不對 上貴的加權指數嘛 到今天為止喔 各位你看喔 請問目前的OTC是向上向下 各位 OTC的部分它現階段比較弱喔 因為OTC的不日子標 來我們看數字好了 來拉近一點看 動能線58區是線60 請問是向上或向下 它原本是向上的喔 但是很遺憾喔 它轉為向下 這一天 這一天轉為向下 所以當它轉為向下的時候 代表它方向改變 當不日子標是向下 它可能就會拉回 當不日子標是向上的時候 它就會波段的上漲 所以各位 目前現階段 大盤喔 加權喔 不日子標還是向上喔 我測標所顯示 以加權為主 但是OTC 貴台買賣中心的加權指數 是向下的喔 所以它導致一種狀況 有的股票上漲 有的股票下跌 所以目前如果你買的股票 它不是不日子標向上的 它是屬於博日子標向下的股票 那我跟各位講 它就可能性 會有拉回的一個狀況 我們所有操作 應該建立在風險之上 如果一檔股票 它出現了賣訊 而你應該要賣出 你沒有賣掉的時候 各位同志朋友 會衍生出很多問題 我舉一檔股票例子 給各位看喔 這一檔叫5264F凱勝 各位今天凱勝喔 幾乎打到電影版 沒錯吧齁 好那我們回到最近的凱勝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今天的凱勝出現了一個長黑K 因為今天打到會跌頂板對不對 好我請問各位喔 為什麼凱勝這邊會下跌 看起來好像又是在盤底啊 結果開始往下重挫 把它切換回來博日子標的部分 這是5264F凱勝 這是F凱勝的博日子標 拉近點看好了齁 這沒錯齁 好各位這是日線 日線代表趨勢對不對 然後請問各位喔 在今天重挫以前的F凱勝 請問之前的博日子標 是向上或是向下 很清楚嘛 這邊是屬於向下嘛 為什麼 我們看前一天就好了 前一天也就是昨天的F凱勝 昨天價格是收151.5 動能線33.74 趨勢先35 欸33跟35 請問黃色有突破嗎 沒有 所以當這個地方 它博日子標向下向下向下 之後跟你講說 目前方向它是向下 只要它是向下 不會有向上波段走勢 除非像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向上的 之前微博曾經有帶會員 做這個地方的F凱勝 但是如果我沒有賣掉 我一直報 報到今天為止 就麻煩了 這是我們當時候請會員賣掉 F凱勝的訊息 這是在12月9號 12月9號哪一天 回到12月9號哪一天 來各位 12月9號是這一天 這一天是12月9號 F凱勝當天收162 微博請會員賣的 因為我們是全賣出嘛 對不對 所以是賣在162左右啦 我就用這樣做計算 好各位 當天如果微博不把F凱勝賣掉 來到今天 各位的朋友 今天達到跌停的時候 只剩下136喔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它的狀況 之所以F凱勝沒有辦法 波段上漲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目前是屬於博日指標向下的 所以要等 要等到它什麼時候才會漲 擋到它博日指標向上的那個時間點 它才有可能發動 至於是什麼時候 我實在是無法預測啊 因為它的博日指標目前都是向下嘛 你要等到它確定向上 所以像這種反彈 反彈反彈其實都不可以去買 很多人做股票是這樣子 買了之後啊 跌了就加碼 跌了再加碼 跌了再加碼 跌咧沒錢了 最後咧搞不好殺在低檔區 它搞不好要開始漲的時候 你把它殺出去 你會發現你沒有依據的時候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現階段操作你選擇股票 要選擇博日指標向上的 為什麼 因為博日指標向上的股票 它才有機會往上漲 比如說 之前微博曾經帶會員做 3428光耀科 這昨天有跟各位講過對不對 好我們買進光耀科的原因是因為 它博日指標是向上 好所以向上我們才去做買進嘛 這是3428光耀科 這是最近光耀科的走勢 為什麼最近光耀科走勢會是一個多頭 它不是一個空頭 把它切回來博日指標你就會非常清楚了 這是3428光耀科 這是光耀科的博日指標 你會發現到博日指標它是向上的時候 它會有波段向上的走勢 就算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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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方向沒有改變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操作為什麼要有依據 很多人在操作的時候 它沒有一個明確依據 它會形成一個狀況 要走 要留 怎麼辦 套勞了 怎麼處理 所以你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至少你很了解啊 為什麼漲為什麼跌啊 比如說好了 我請問各位 F凱聖今天找盤還要拉上去 奇怪了 為什麼他今天拉上去 後繼無力 沒有辦法像昨天一樣 衝到快漲停板 往下殺 我也跟 昨天也跟同事朋友講說 F凱聖的日線來到高檔區了嘛 不要去追了嘛 對不對 這個地方往上應該站在賣方而已嘛 不應該再去做加碼 因為它已經來到高檔區了嘛 那我們從短線部分來看的話 日線是判斷趨勢 30分線判斷短線 如果一檔股票 你從日線部分來看 看出趨勢 再從30分線來看 你會發現一個狀況 這是3428光耀科 這是光耀科的30分線 然後請問各位 光耀科30分線 是不是後來從高檔 然後轉為向下 所以今天從高檔轉為向下 我請問各位 光耀科今天漲上去 是不是又容易再拉回來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操作就必須要有一個 非常清楚明顯的依據 當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用日線去判斷趨勢 用30分線 你就可以去抓到 短線的一個走勢了 講回來大盤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不漲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下跌 你能不能有一種理由 來說服自己說 我非常清楚它今天會跌 什麼原因而已嘛 回到大盤部分 這是日線 我們把它切換到30分線 來 這是104年今天29號 收盤 大盤 這是30分線 好 30分線代表短線對不對 今天開盤在這邊 這是今天9點半開盤的時候 各位 請問30分線 向上還是向下 今天30分線都是呈現向下 所以當今天30分線 沒有轉為向上以前 它不容易上漲 那這樣的話 我請問各位 不管是對於指數的一個判斷 個股漲跌的判斷 你能不能了然於心 你能不能很清楚的知道它為什麼漲 為什麼跌 當你知道它為什麼漲 為什麼跌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去控制風險 這就是微博 常常在告訴各位的 目前現階段台北股市操作難度 它有一定難度 接下來的博日指標 什麼時候會轉下 你知道嗎 它如果沒有轉下 繼續往上的時候 這個盤還會漲 所以你不能人魚異魚 你不能聽別人講 你必須要一個明確的依據 所以很多人很怕說 今天的大跌 是不是要開始往下跌了 我說你不能用今天來看 你必須要有客觀的 如果接下來的博日指標 確定轉為向下 你才能說這一波它確定漲完了 所以目前的現階段操作 我還是強調 要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對各位來講 風險性相對可以控制下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其他的個股物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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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 不覺得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金澳 瓜婆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所以整體的一個大盤看法 指數或者是個股判法 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順從趨勢 然後做好應變動作就好了 這個盤 不管他要走多 還是要走空 你都做好準備 這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所有操作 你必須把風險控制在最小 那也就是 你必須把這個大培拿掉 當把大培拿掉的時候 你的結果只會剩下這三個 所以 很多人在運用博樂指標的過程當中 我會建議你要善用一個功能 叫做所謂的高低檔之分 高低檔之分他可以來判斷 什麼叫高檔 什麼叫低檔 必須要明確的依據對不對 那如果一檔股票來到高檔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追了 比如說好了 來舉例一檔股票給各位看 這是4938的合作 今天合作跌了4% 5%左右 不管 各位 最近的合作都在跌 為什麼最近的合作都在跌 你看之前的合作是上漲 為什麼之前的合作是上漲 因為之前合作不日子標是向上 沒錯吧 好 重點來了 漲的時候很多人來到這地方去追 但是如果你有高低檔觀念的時候 我請問各位 當來到這邊大家在追合作自然股票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是高檔還是低檔 從動能線來看 不就是進入80以上了嗎 因為我們的一個不日子標 它有明確的依據 如果當一檔股票來到高檔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追了 因為高檔的股票 它可能有產生風險性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所有操作要有一個明確依據 對各位來講 會比較有安全感 那再依照不日子標的向上向下 去做一個有效判斷 最近的盤是 因為整體外資在休假 那快封關了 所以成交量都縮下來了 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不會永遠行情都這樣子 一定會有一個方向出來 那我希望各位在操作上 不要錯失了 未來有可能會獲利的一個機會 必須做好準備 所以這部分微博特別 跟各位強調一下 這一次我們成通投顧的一個週年慶 尤其是在12週年 剛好是在12月份的時候 那我們這一次週年慶 公司妥推出的專案 倒數兩天 以後微博不會再推出任何的一個方案了 因為我認為我們來服務現有的一個會員 讓他們序員其實就足夠了 所以請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好好把握這一次的一個公司的週年慶 只剩倒數兩天 那我們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今天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成通投庫 2015 瘋狂週年慶 強勢開打 火力全開 市場最高回饋 錯過今天再等一年 倒數兩天 出價三線 1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 陳老師 股市操盤系統 全市場唯一 由老師親自教學的軟體 是全市場唯一 簡單又有用的指標 只要您擁有保證交道會 支付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雙制兆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0-2752-5868 尚間 想看無法迪略 你快看看 隆心 鑲林行 帶點主問 02-6637-1353 隆心 有些人比你更重 遠 無十戀 哪一戰 中文字幕志愿者